美国、日本等12个太平洋周边国家 日前达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心协定 也就是所谓的TPP 中国却不在其中 关于中国该如何应对主要有两种声音 第一是倒逼中国改革的主动加入说 第二是另起不早说 但在舆论之下 副国务卿布林肯明确地表示 TPP的用意并非是要孤立中国 与此同时 中国也有可能借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也就是RCEP抵制TPP可能带来的影响 到底TPP是不是针对中国 中国又应该如何的做出积极的应对 今天的新闻临时差 首先为您揭开TPP的神秘面纱 TPP涵盖全球经济40% 2006年时 只有新加坡、纽西兰之力 和文莱组成俗称为P4的小型自由贸易区 进展并不顺利 一直到2008年9月美国宣布加入后 形势大为改观 参与成员国不断扩充 今天完成的是TPP第一轮谈判 总计12国参与 除美国外其他谈判成员 包括加拿大、智利、墨西哥、秘� 澳大利亚、文莱、马来西亚、纽西兰、新加坡、越南、日本等 TPP标榜为高品质及高标准协定 所有部门居需纳入 议题范围超越WTO 并纳入超出 传统自由贸易协定 新兴议议题 含掘内容包括货品市场进入 农业、仿制品与成衣 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电信、政府采购 药品及医疗器材透明化 原产地规定 官物管理及贸易便捷化 食品安全检验及动植物防疫检验 技术性贸易障碍、投资、劳动、智慧财产权等多项章节 协议的签订将对全球贸易规则产生深远影响 有了美国的加入 使得原来名不见经传的TPP一夜之间 成了全球经济瞩目的焦点 亚太、北美地区各大巨头是纷纷加入 TPP将成为美国主导世界贸易规则的新领程碑 并且将中国逼入到了困境当中 由于中国并没有加入TPP当中 舆论认为是美国有意为之 在设计贸易规则上是注意找了中国的痛处 比如设置了开放金融资本领域 还有国企全部私有化等等的加入门槛 于是也出现了相应的各种阴谋论的论调 TPP不仅与贸易有关也关系到地缘政治 TPP常被认为是美日联合遏制中国的协议 在TPP协议达成一致后 总统奥巴马发表评论称 TPP协定将给予美国工人应有的平等权利和机会 美国不允许中国等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 TPP协议将制定21世纪全球经济在众多领域的规则 与此同时TPP协议将使日本经济和供应链进一步与北美融合 并且TPP协议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说至关重要 安倍表示TPP协议有助于日本急需的结构化改革 日本结构化改革将促进日本经济增长潜力 另外TPP作为一个新制定好的贸易协议 多少都会有与WTO相互竞争的嫌疑 并且长期来看有可能会取代WTO的地位 宇人认为总统奥巴马都将TPP协定 视为美国为防止中国书写国际规则而取得的一个胜利 但为了消除舆论影响 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日前在韩国首尔表示 TPP协议用意并非孤立中国 假设符合某些条件 美国政府欢迎北京参与 面对着TPP的压力中国也没有坐以待毙 一带一路的战略的出台还有推广 是博有反制美国TPP的计划 破解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的考量 近年来推动的东盟自贸区 还有亚投行等等的协定 都使得亚洲贸易体系是逐渐成形 引应对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封锁 中国实行一带一路战略来化解危机 折射出未雨绸缪的战略思路 从一带一路亚投行上和组织 金砖国家思路基金 G20和135规划这一系列举措可以看出 中国就是在向西向新兴国家做对冲 所以TPP并不足畏惧 TPP的签订只是进一步验证了 中国判断的正确性 值得关注的是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可理解为中国为制衡TPP的影响 而另立的门户 RCEP最初由东盟十国倡议 目前包括16个国家 除东盟十国外 还有中国 日本 韩国 印度 澳洲 纽西兰 现在中国是RCEP的主要推动国 值得一提的是 RCEP中有几个国家 同时也是TPP的成员 目前已经与美国签署的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FTA的南韩 已经于2013年的年底 是正式表达了加入谈判的意愿 而在台湾方面则是透过了亚太经合会 以及各种与TPP谈判国家双边资商的机会 持续表达加入TPP的意愿 对于积极争取加入第二轮TPP谈判的台湾 又有何影响 又将会面临哪些挑战 台湾与TPP多数成员国 经贸投资关系密切 资料显示 2014年TPP成员国 占台湾贸易额约35% 达2046亿美元 台湾若能加入TPP 等于同时与美 日 澳 越南 马来西亚等 数个主要贸易伙伴签署FTA 可一次获得多国相互关税减免 服务业与投资市场开放 以及投资保障利益 可说是一举数得 台湾是美国第十大贸易伙伴 政府已表示欢迎台湾参加的兴趣 未来TPP生效后 成员国相互提供贸易优惠 及排除贸易障碍 台湾若不参与 台湾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 将要面临较竞争对手国 较高的关税及不公平的措施 其实距离TPP真正的落实 尚有漫漫长路 长达30多张的协议 本文尚未公开 当中许多细节仍然不清楚 令人意外的是 几位有意参选明年总统大选的 民主党人都不支持TPP 包括在任国务卿 曾经大力推动TPP的希拉蕊 都与奥巴马总统唱反调 可见在明年11月总统大选之前 错综复杂的政治考虑 还有经济利益 都会让TPP极难在短时间内 顺利的在国会通过 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它的框架绝对是相当复杂 各国议会相信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审议 才能够让它正式的落实 而在中国国内主张加入 还有主张另起炉灶的两种观念 也将会进入另一场的激烈争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